嗨大家好 嗯也是过了一段时间 我才有一段时间去制作这个video 今天啊对在此之前 我会先自我介绍 我叫manjong 在股市也有了4年的实战经验 然后大概学习了9点 就是我还没进股市之前 我是先稳固我的根基 才去实战的 这个也多亏了这个 然后我过往啊以后的那个那些成绩也会 越来越高的原因就是这样 毕竟我的那根基比较弱啊 所以啊在此之间 我是会分享一些东西的 所以今天你看到三高 这个三高是我会分享东西 这个三高不是搞血压搞 胆固存啊搞什么忘记了啊 ok这个三高 所说的东西是这三个 高盈利率的迷失 高密度的交易等于多盈利的迷失 ok 还有高回酬 就是然后这里面是他 讲究他最专件的东西 所以高无求回酬 他就好像超过100% 50% 100% 200% 300% 1000% 之类的 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一些 超门来了解的 ok 先来讲解一个所谓的高盈利的迷失 ok 这些很多人他们都会认为 所以我在十单交易里面 九单交易是赚钱的是 然后一单亏钱的 基本上我是没问题的 这个就不大正确了 那因为我们来先看看下 我先说的 三个例子 这些把他改回 普通的话 好像 ok 比如说开始的投资 本钱只有一万 ok也就是钱 这里有三位人 三位高手 ok第一个就是幸运高手 第二个就是盈利高手 第三个就是亏损高手 很厉害亏损的 十单交易里面哦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幸运 叫啊 那个就是他 你这个啊 就是这里是每成交就是他所 啊 就是 卖进卖出了的 总和了 ok比如说第一单交易里面是一买一卖 我们才完成一个一个交易吗 这个就是他的意思 所以这2500就是他赚钱的 就是一万里面是他赚了2500 就25% 第二单交易他快5000 然后就是这样啊 这里你可以看到他 这里是 ok 我会跟你讲解这里所谓高盈利 是怎样的意思啊 ok 高盈利就是那些人很多是属于这一类的 ok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啊 盈利先生啊 ok 盈利先生你可以看到他只有两单是赚钱的 第一单跟第三单 然后其他全部都是亏500 ok 然后亏损高手来讲的话是 全部都赚钱 但是有两单是可以可以到很贵 是够利的 比如说啊这两个每一个交易里面的 十单交易里面他们买的都是一样 只是他们看他们有没有那个盈利点啊 直属点的问 直属点的在我这里我改为那个转折点了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哦 在第一单交易里面 ok 全部都是一样的 去到最高那边 因为他们就是刚好得到这个 然后他们就赚了 ok 第二单交易里面 行李先生看到五千 亏五千 然后就砍了 然后啊 那个盈利高手看到亏五百 他就砍了 因为他发觉到不对劲 这个是最关键东西 发觉到不对劲 ok 不对劲的情况之下 只有你的根基稳固 有人说你了解 基数分析 从图中看到到大概啊 那么你就可以知道 是是对的 或者是还要不要持续下去 然后这个亏损高手来讲呢 因为还没有是什么 就是牛的他这样跑 结果亏了五千五百 ok 你看一下这里 他都亏了很够一点 接下来由于吗 本金的问题 所以还只能赚五百块这样罢了 你看一下这里 这高这些大致蛮胜运了 ok也是赚一万一万了 ok然后你看一下那边 他是赚到蛮多一下 就是蛮胜运吗 这里ok 这发现他不对劲 结果还是有赚的 你看一下 然后你看一下七大东西的 他发现要不对劲 他就会砍掉 ok 然后只有这个情况之下 你可以看一下啊 这里加起来的总和啊 这里的交易单啊 是赚跟亏损啊 是这个幸运先生还算三千块 也就是他实弹交易里面是 他总共赚三千块 然后的资本回酬就是30%了 ok 至于盈利先生方面呢 他就赚八千五百 就是你看一下 这里有两单特别大单的盈利 其他全部是亏损少少的 这里我也是一直就强调了 基本上这个只有在我的整套 课程那边我才会讲解 不过没有办法直接最 现在市场动荡比较大啊 很多人都不知道应该做这个东西 反而去做这个或者是这个 幸运啊幸运高手或者是亏损高手 不要选拥高手 不要选择盈利高手 做盈利高手是最好的 你看就算是八单 亏损的好不好 只有两单是对的话 让他对到完的话是 那么到头来是占85% 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这个 那自己亏损高手来讲 你看一下啊 赚是很多啊 没有错啊 你看一下有八单是赚的是 也就是 高盈利 不等于高亏损 ok 所以再给你看两个亏损 因为他没有止损点 ok 也就是stop loss 或者是我在我这里 把改改改 稍微改了那个词语变成 safety point 或者是转折点 你看一下这边啊 两单这两单都够他10 他其他转到来都够她赔 这两单一亏损 就亏了他42% ok 有时候下次只有5800 然后还要赚于4200来讲的话 就大概要赚 赚近80% 那种利率是蛮大一下的 Ok 所以这里我们要改的就是 作为这个盈利先生的思维 你可以看下这里啊 偶尔转换成了就是那个盈利的问题 你看下 幸运的60% 就是10单交易右单是赚 10单是亏的 然后盈利高手那边只有两单赚钱 但是到头来还是 赚钱因为他赚很大 推的时候是很小 有控制很好的风险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80%对吗 但是还是亏钱了 所以那个回从那边你可以看在这边就是这样 转回来这边就是一个例子 OK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不要确定我们是要一直 99或是100% 我们要确定的是 这个 赚钱 真正实际上进入我们口袋的钱 不是这种爽的吗 这种爽呢 就好像我在这边呢有个人就讲过 有一个人问我关于VS东西 然后这个你可以看回这个文章大概是 12号讲解的 OK 在这里的时候 有人问我吗 为什么那些什么 我早就 砍尿了啦 看到不对劲我就走人了 还等你那边 这东西 因为有时 啊 买卖的问题是 我或许会带你卖进 但是我不会带你卖出 卖出的时候是很关键的 有时有一些人特别弹性的 就好比如我讲这样的OK 我宁愿亏损500块 都不要去拨那个1000块 一些人比较喜欢有这样的思维 结果变成亏5000块 谁个到头来都 套钱不行 都炸的OK 就是这样 这样的思维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看到不对劲的时候 真的要 自己找三了啊 买卖的时候 卖就 销的时候 卖出的时候 就是 多数是看个人的 修为那边 试为那边 这个是一个经历 每个人都要经历过的 那个才知道 要了解自己 最重要不了解自己 真的是蛮危险一下的 OK 还有另外一样东西哦 发觉到我最近 股市好 比较好一点的时候 很多人 比较倾向这个 高密度的交易 就是 一天里面呢 没有交易不爽 你可以 做一种高密度交易 就是 纸上 交易然后你自己 检讨 OK 检讨要怎样去更改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种高密度的交易 基本上对你的 资本那边是没影响 但是对你的经验里 就是很好了 你至少有去 学习 透过这种纸上交易啊 就是 OK 在这种交易上那边是我们可以 如果你有检讨才好 如果没有检讨只是 纯粹这样买卖的话 这就是 纸上我买 这样多样卖 为什么 没有讲解出名 为什么要买 为什么要卖出 然后为什么要这样操作 要这样操作 没有写到很清楚的话是 你是不知道 也是得意 没有什么得意的 这纯粹好像赌博 那种赌兔的心态 是很没钱的 很多人以为这种高密度的交易 是等于多盈利的迷失 实际上在市场上里面是 我们只要做到这个就好了 你看 只要做一两单大单的就够了 不需要多的 OK 算但是很多人很喜欢 就 这个股买一点 那个股买一点 结果变成了 又变成了这个这样 这一点点可以都不够可以了 把那些 可以赚很大钱的集中起来 赚这么大 就好了 好像很多人好像比如说看到我这个 N就很好 一击出了去冲进去 结果被套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什么被套 我那时候 看了这个 我们可以直接打进去 N就我 OK先看他是在 这个是昨天昨天就是 星期二星期二走势你看 他是开高走低 说是下山的话 我这边一直看看看看看看看我现在一直套 你看这个量 我这个天亮来了这个 不过这个还可以上升呢 基本上是因为他的业绩是蛮多的话 最重要是他的存货 他存货还有他消耗的不少啊 那个存货量 所以在这边咯我们再去看下先 我自己丢去啊这边 N就我是放在这个 OK 最新的基报那边咯我们直接看重点就好了 这边他讲他是 啊重点那边咯有讲几个啦 一个是讲他在那个 我们可以看他资产负债表那边咯 只或者是我们直接可以去看他为什么赚钱 最简单的啦 OK 就是在这边有讲哦 就是 就是付诸那边啊 prospect也是有啦 就是他在那边 review of performance register profit before test compared to loss OK as a result how our record in selling price of various steel product OK despite persistent influx of chinese steel product OK然后这里还是重点 higher profit higher profit ability was also attribute to significant earning contribution for our emassment in hybrid plus 这里也有 他也有 他有两个 一个就是 除了他的那个 啊 铁的 那个 价格回稳之外啊 然后他也有 那种 减 轻他的那成本的 技术 所以是两个 负荷之下 才有得到这样的盈利 OK 在这里呀 我们就看得到一样东西 然后我们再看 其下来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他的 资产那边 资产那边我们看着inventory inventory你可以看一下哦 我消耗了 啊 三是多不好意思是三分之一不是四分之一那是唯一是四分之一 你看着你哦 这里是 915 啊 5100万吗这里是三个零吗所以要乘三个零了 这里千 万 啊 这里是啊 这1000万 10万 百万千万一亿9亿多剩下6亿多 也就是你大约消耗了 或者三分之一的 货源 那么他接下来啊他会在消耗所以这里啊 他继续消耗下去啊只有两个季度 如果是你一消耗下去哦 这里他最多可以再走多是一两个就是6个月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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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度这样啊甚至你看到除非他有更善 然后你看他存货这里就 不大好了你看呢消耗蛮多一下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 啊 可以走也是走不多除非还有特 别的东西就是还可以拿到更多的货 OK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哦 这里高密度的交易那些人看到哇Android很好冲进去 然后Hadib很好也冲进去 Kamuda很好也冲进去 WCD很好冲进去 MYG很好也冲进去 ERB海关很好冲进去 FGV很好 UMW很好 结果 到最后 变成这样的交易 赚 赚是 那些盈利是很高 那些那些很多 现家外面那些 哇我有99% 84% 实际上他们有 有给你看这些 不知道 最重要的还是赚很大 这个才是重点 OK 所以这里 高密度的交易 是不等于多盈利的 多盈利的 你的盈利多 多少适合你的风险 管你 有直接关联 还有你的策略 有没有跟着你的策略 你的投资 那些策略 行 实行 那边 是很 重要很关键的 OK 然后 至于这个就是 高危仇 这高危仇 很多人是 他们不知道 有一种 局限 比如说你之前 完全没有赚过大钱的 就一轮来就是 亏大钱 比较多 OK 如果你还没有了解 这两个东西的话是 通常是集这两个问题的 OK 也就是说 亏 很大的那些 多数就是 集这两个因素 今天所讲解的 基本上是 形态方面的 OK 然后也是会帮助你 得到很 大的 那种 这种改观 那高回仇 高回仇 方便是 OK 先讲 不要弹心 5%了 习惯5%的赚付了 10% 习惯10%了 就是 20 50 100 100之后才去 200 300 400 500 1000之类的 不然的话是你看到我赚500%或者是600% 现在我只剩盈利那边就是我真的是有整 成500 就是我 投入10万的话我就现在是50万了50多万了 OK 比如说啊这个是就是我所给你看的的高回仇 那你看到我的成绩那边基本上是 400多%对吗 OK 400多巴仙那边我也是可以回去那边看一下 这是我的面子数 有一些问题啊比较慢一点 最高的啊这里 400多啊这里 还真的只是盈利还没有赚 赚本金啊 就是已经是乘5了啊 OK 看到这样你也要学习的话 有一些人直接跟我讲 我要这样的盈利 没问题啊是可以的 但是 你有那个 心态去 慢慢 大吗 你看得到我这样的心 我赚的赚付是你要追求没问题 的确是没问题 问题是你的人耐到了吗 就是你的那种 心态啊你的人赚那种啊 你要赚这样的稿子 就是 你的确实要需要一点 耐心 就在那边 那个盈利 负利然后当然也是要 有那个方法 去给它变得更大 比如说是波段 操作啊 OK波段操作那边 那边赚很多然后卖 比如说我买 0.19 然后0.24 我卖出去 然后再跌回 0.19 再买 表面上我的那个 那个 平均价 是0.19 实际上啊我已经是赚了5分 那5分呢 凑出水钱赚算4分就好了 4分呢就是0.19 减掉4分了就0.19 减掉0.04啊 我都我的本 钱啊我的成本 价才0.15 OK 然后最好是拿到 复数 复制是这样 你连本 带利 都 赚回来了 我曾经有做到 一几单 是这样的 比如说是那个 Jordine 我认 不过这个不是鼓励你卖进 因为 这是曾经有做过这样的例子 然后想跟你讲这个 平均它是要过去 是非常高风险的 在这段时间时候 我在操作 像上面的时候我也有买 下跌的时候这里也有买 买几段 然后到这里了下跌的时候 不杀你的时候 但是现在啊 这不好意思 这里这里这里 在这里下跌的时候 OK我要买 然后这里下跌之后我就没有买 这下跌之后我下跌到这边了 我打算买的就有一些人了 邀请他当然 那个那个邀请嘉宾我 但是没有邀请嘉宾的东西 反而问三问四呢又 没有那尊敬我给我这个 我给我踢出去了 这种人 干扰之下我结果我自己就赚了蛮少 因为这你看也是可以 赚回很大一笔钱一下了 算了那个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所以不用转任多 OK 然后高回车那边呢 就是你要给你 一种时间 去适应 OK 就好像 我现在 叫你去跑42公里 就是全马 马来松 马来松有分几个成本 这个是半马 半马就是21公里 全马就是42 不是全部马来西亚 他刚好是他的 他的那个简称叫全马 所以马来松那边是 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你连10公里都没有完成之下 你又就直接可以去的跑42.195公里 OK 这样的情况之下是等于自杀 OK 如果没有人教导之下 有时就像有样教导之下是 你还是要保 保持一种叫做 谦虚的心态 我也有带过很多人 因为赚了100%之后是 心态改变了 或者是超过啊 然后就是他的那个 心态会转变 然后 就变成 编制了 自为了不起 很多人是有这样的 那个问题 所以我也是 接触了这些很多这些人 所以经验是蛮好一下的 所以那边才有那个资格去教人家 这东西是需要慢慢来 按 不就班 就是一步一步来 不用不用 预数 总之是预数不达就对了 总之是要慢慢来 然后就是慢慢 慢慢去 去适应 OK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 现在我也是在做这些东西 就是给我突破 比如说 赚 几十万来讲现在是蛮简单的 赚几百万来讲 我还要需要一些时间 去适应一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只习惯了赚了之后 才慢慢去提高 这些就是 敲门 OK 总之 一步登天是没有可能的事 不过我们可以 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登天 OK 不是一步就可以登天 就是很多步 就好像1000公里的路程里面是 我们从第1步开始 这个就是他的原因了 就是每 他最一步的时候就是越接近我们的那个目标 所以高回酬那边是 开始之后 你每个人的 高回酬的定律 也可以设定为10% 20% 甚至是40 50% OK 然后在高回酬方面 要很高超过100 200% 短期里面 最简单的 还是 结构品单 OK 这个是比较高 几点的入门的课程 也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得到了 因为好像我这样短期里面赚几百%是蛮简单的事 还有一些人会 真和我争论讲为什么亚航那些什么我都赚够了然后我再再另外投放不是更快 那好像如果什么都不做放在高亚航那边等到吃到来都 赚不多 对我来讲呢 因为 乘起来很少 就好像比如说亚航那边我赚400% 你看这边我再乘5 我就 20倍就是2000% 这个就是他的那个 所谓的那些 翻倍啊就是combo就是那种连续 挣扎 投入进去 这个就是我要做到的东西就是 打到这样的境界 会 多 不用紧最重要的是我是控制好 但是有时 没有亏的有时是赚一点点 OK我就砍掉这下去的话他就会亏到这么多 因为我很清楚这东西所以 这东西是 要 慢慢来还要最好当然是有人指导会比较好了OK 然后除了这些东西之外我们还看一下我 这个高兴的就是你可以看一下我在这边最近有蛮多人 啊观察我的那个新制作的这个评当功课篇 这个当然我也要需要更改一下这个是应该是最新制作啊对最新制作的 9号啊都过了一段时间9号现在啊就 过了8天今天原本是昨天要做过昨天也比较忙交易一下 所以就没有时间做 这样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知道我连来蛮多人看了 那我就有那个动力去继续做了 然后当然也是值得高兴的 已经有提升了 有141个那个subscriber 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介绍你的朋友来subscriber我的那个YouTube那边 学习更多东西 毕竟这个是啊可以了是免费的 当然我这个 会放一些广告进去了 但是你也 不用去skip掉 或者是 啊 忽略的话 至少应酬应酬 只是什么 总之这个会有帮助我这里的收入 虽然这收入不多 只是一个 那种 至少给我知道我原来是蛮多人关注一下 值得啊 安慰一下的 这东西就是一种做所谓的成就感 当然这边如果是成 啊 1000倍的话会更爽的就是 1960 0的话我那个也是那更爽的 这里变成就 几百 几百usd的话那种感觉更爽 不过当然我也不期待在太多毕竟这才141个 又不是14100 之类的 ok 有这样的人数已经是蛮不错了 ok 所以这个是蛮感 感恩你们 继续支持 我在 YouTube那边 ok 然后从当然 我也是会有更新一下东西 先来讲解之前所说的 FGE方面那时我是那边讲的 的确是下一天那边的确是背离 背离形成的然后他有下跌 结果下跌不久他就 立刻 形成了那个 反弹 反弹那边是有量啊这里就 啊 不是背离了这里就 加升量升同样的同步上升 我们就看这里是背离就是你看 加升上 量跌然后他随时会发生调 调整也就是 股价背离 股价跟股量成交量 背离 这样的情况之下这里是到这里了 ok 这个啊到这里对 ok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跌结果是然后接下来就我就比较错了然后这里他在上升的时候这里 不都是洗盘还是什么我就不清楚不过我看的话后也是下刹到很够力 drp也是一样 ok 我这些政府观念的股都蛮好笑的你看在这边 然后drp那边 海公那边还有一个他他有直接观念的不过这里还好是因为他的量不不大了你看在这里 虽然是跌很多 你看 比 这两天啊前两天啊就是 百五跟百亿的时候是 这两天的那个你看 他还会好像是上个百五的 但是你看这两个量啊 推上去的量是 和 既然和这里 还要啊 还要多很多了 加起来基本是多这里看到比较像是 很激烈的洗盘了 或许还可以上上升我也不知道或许还在续续下跌总之 跌到大概是这里的 水平就是一块亿的话就要当心了 这一块亿的话基本上 要很小心 因为跌到一块亿的话啊 虽然你看到还是在这边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他在下跌的话就蛮危险 尤其是有平单的 朋友了 OK 有平单的朋友这边会 蛮危险因为这里像下跌哦 从 这里啊 两毛三下到一毛一哦就是不见了 一分一脚三哦 是平单方面会不见了至少 十二十八仙这样的是蛮够了一下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期待啊他可以 收到更高那么他就这里就 啊不见掉 才是重点的 从这里来讲为什么他会 下跌到这样高呢 有几个因素我在看盆那边是 第一个因素就是他那边排盆那边是很少 是给人家直接炸下来的 所以你看一下那边是他的那些排盆 就是卖盆那边 白q那边啊 他没有这边比如说这这啊 那个买卖盆那边我可以给你看的 所谓的买卖盆呢就是 这是 这些图是我用来做第3本的书的那个 啊 东西的讲解的 不用大不大重要反正 你们都没有机会去看到除非是学生 只是挑选出来的人 才有机会看到 随着买卖盆呢 就是这里这里是 买盆 这是卖盆 这是buyq 这里是sellq 在这一个情况之下还是很少了不像之前这里了这里是11号的时候你看到这里哦 是蛮多日 他这里是很少 他直接丢下去 所以是这里是看得到了 也是要当心 这里可能是制造一个假象 以假乱真以真乱假 OK 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只有透过去那边 跟中下才知道 好OK 和dip还有关联的股就是post post方面你看到他也是下跌不过他也是很好 在这边我也没有想到他会 真的到3块3以上因为在 在dip那边他 有跟他不私下配股之类的OK 那边以3块3毛3卖金蛮高一下的 我现在居然间到这个价钱 我真的没有想到还 他会真的到这个价钱 这东西全部都是要去研究很多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我从这边我除了看 那图之外 我还有看 那些数据的 因为 OK 到头来哦 你要赚到这样的赚付 是 要赚到这样的 很大的是 到头还 你还是需要基本分析 也就是fundamental analysis 从技术图那边你看到上升的话 OK没问题 那么你就可以让他一直上升 要怎样的情况让他一直上升 当然你要了解个股的 基本 如果他个股的基本 不太好的话 除了技术分析那边你看到信号出来的话 你就要逃 很快哦 不然这个技术 不是每个人都会了解 所以 炒股不是很多人成功 这个就是他原因了 OK 那么今天的分享 看了现在大概是 30分钟刚刚好 然后就算30多分钟 所想的东西也是 大概是到 到这样多为止 然后 谢谢你的广场 然后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介绍多一点朋友来 Subscribe我的YouTube 然后下次见拜拜 谢谢大家